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意外学堂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Paul Krugman 问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补贴出口,并且刺激来衰呢? 这个报道其实也是几天前的 Boomberg访问经济学诺贝尔德长Paul Krugman 题目叫 China is bizarrely unwilling to boost demand 里面提及的讨论正正是 关于Paul Krugman表示 中国奇怪地不愿意用更多政府支出 来支持内部的经济消费需求 反而更加着力地支持 推动更多生产作为出口 而不是第一个有相关的讨论 事实上是较早前 继财政部长耶伦 对中国出口卿销作出了批评 认为中国不能够简单地透过出口 就能够摆脱经济困局的这句说话 英文的原文就是 China can't simply export its way out of trouble 这就是耶伦早前的访问回应的内容 这段时间 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 和向海外傾销大量补贴产品 是纷纷感到淡忧的 今次Bunberg访问Paul Krugman的回应 正正是认同财长耶伦的言论 Paul Krugman在Bunberg的访问里面 英文是这样说的 We can't absorb The world will not accept Everything China wants to export 简单中文翻译就是说 世界是不能够接受 中国想要出口的一切 所以他反建议就是说 由于中国内部的消费支出 需求严重不足 而且缺乏投资机会 令到中国整个经济规模 变得不可辞助 所以Paul Krugman反过来表示 就是说 北京应该支持内部的需求 而不是增加出口产量 他的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 Beijing should be supporting demand Not more production 今集就是跟大家去探讨 为什么这个概念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 推动更多的生产作为出口 而不是提振内部的消费需求呢 因为其实你做多了东西 要么就是自己的内部消费消耗了 不然就要出口来带动 否则卖不出就变成付存增加了 那究竟两者的选择 在考虑上有什么不同呢 那今集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所以今天的研究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推动出口 而不是来需呢 事实上过去五年 去全球化的趋势 已经变得相当明显 而且越来越深化了 所以 按照计就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到 用补贴的方法 都难以再大幅推升出口 而且补贴是会令到收益减少的 所以你出口 但是赚到的钱是少了 为什么 中国都会选择宁愿补贴去推动更多出口的增长 而不是去推动内地的内部需求 如果内部需求增加 那些货品都会增加产出的 那消耗在里面既是改善了 本地人的生活质素 也都带动了经济增长 又不需要把补贴 益了外面的世界外国人 所以如果目标都是GDP增长 留在国内提振消费的效果 是不是更好过推动出口呢 尤其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去全球化的趋势 照计都明知要大量推动出口 是有实际困难的 所以分别主要是在于 如果你说要推动内部的国民消费 还是推动外国人去买你的产品消费 其实分别就是 一个就是可以创外汇 就是收外币 另一个大的分别就是 推动出口就是供应端的刺激 推动内需就是需求端的刺激 所以两者是有这两个环节上高的分别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现时是需要推动出口去创外汇 从而去保障人民币的回率 不至到大幅的下跌 所以推动出口的好处就是可以赚外汇 而事实上从这幅图大家就看到 近年中国外汇存底 是由2015年前的差不多3万9千多亿 自2017年起就回落到3万亿美元左右 一路横行 譬如2024年4月 中国外汇存底 就减少了448.3亿美元 就回落到3.201万亿美元的水平 这个也低于市场的预期 比起2014年的高位3.99万亿美元 这里减少了两成多 而且同期人民币对美元也贬值 已经过了7.2的水平 美国美元对一蓝指的其他主要货币就升值 所以守护着汇率是需要有充足的外汇存底 所以出口创汇是其中一个常用的方法 相反如果你说要推动内需 一定要有很多环境的因素配合 现时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滞 楼价持续回落的情况下出现负财富效应 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较难推动内需 大家看看这幅图 大家看到近期中国的通胀率持续在非常低的水平 甚至乎是曾经出现过连续几个月的通缩情况 这个正正是和房价进入下跌周期 负财富效应之下造成的内需不振 通胀持续处于一个非常低甚至负数的通缩状况 比如2024年4月份的通胀率只有0.3% 而且这里大家看到长时间都是低于1%的水平 里面甚至乎有5个月是通缩的状况 而且如果看PPI生产者价格指数 更加是连续长时间都处于负数的区间 最新2024年4月份的PPI仍然处于-2.5%的水平 都反映内部需求不足的状况持续 相反欧美就处于一个较高通胀和房价上升的状况 所以本来推动出口是较容易的 因为购买力无论在汇率以至到经济状况 出口都是出口去创汇 都是一件应该较容易做的事 但是由于近年的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去全球化 所以单单靠补贴减价想去推动外国的需求 中国货的增长就变得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影响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但是在现在的汇率下降的情况下 照计就应该有助推动出口 因为中国货就相对其他货币就变得便宜了 而且如果你推动出口就有助改善就业 避免失业率进一步攀升 也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所以工人如果收入增加之后 是有可能令到房价重新回到上升轨道 所以推动出口是有很多优点 亦都配合现时的汇率的水平 利率的水平 以至到经济的状况 富财富效应的状况 但是其实推动出口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要在国际贸易正常的情况下 才可以做到 包括就是有较良好的贸易气氛 大家应该在一个避免特殊关税 更加不会有禁运和制裁的措施的情况下 才可以推动到更好的国际贸易家 所以出口贸易的提振 前提就是要有良好的国际关税 其中一个五大成因 其中一项就是跟贸易壁壁有关系 所以可以引索当时的一些贸易壁壁的状况 譬如1929年 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者 颁布了Smooth-Hotley Act 当时的经济似乎仍然强劲 但是在华尔街崩盘之后 就削弱了经济的动力 当时的总统 President Hoover 就继续在1930年 是签署了Smooth-Hotley Act 成为法律 这个教训就是说 当你单方面 为自己的利益制定一些 无论是禁运、制裁、加关税 或者补贴等等 影响自由贸易的手段 结果就是会带来贸易复冠的报复行为 所以后来当其他国家 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时候 结果就释得其反了 当时Richardson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 If you are a country and you impose tariffs that can be good for your domestic industries because your domestic energy may produce more for home consumption but if other countries retaliate then it could be bad for everybody 这个正正就是根据1929年 Great Depression 其中一个主因 就是和贸易壁壁所造成的结果 的一个深深教训 如果某一个国家 为了自身的国内产业的利益 而征收的关税或者补贴 是会对自己国内可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进行报复 就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利的结果 所以这个结论也挺清楚 国际贸易必须要建基于非政府的行为 因为如果动节制裁、禁运、加关税、补贴等等的手段 政府干预 短时间内在某一环节可能对某一方有利 但是从国际贸易的理论推演之中 如果你要用国际贸易 达到一个互为互利的条件 它就必须要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为 因为如果各方都运用非私人的行为 去达到一个对一己有利的措施 其他的贸易对手就只好采取报复行动 最终国际贸易只会沦为贸易战场 是不会有任何一方得到好处的